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猜忌 生气 愤怒 憎恨 反感 愚昧 无知 麻木等等 用通俗话来讲就是负面情绪 不好的心理状态 今天小编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佛教中烦恼的内容 即为六种根本烦恼和二十种随烦恼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佛教的六根本烦恼分为贪 称 吃 慢 疑 不正见 贪是贪爱 贪恋 贪拙 对于五欲过分追求或不义的窃取 或对于自我的财物与所学的礼法 千令不舍 不肯会施于人 只为私欲损害他人 贪吃为害 罪业深重 惊云死多恶鬼 受饥可报 称是称惠 对违逆不顺之境不能忍受 生起愤怒或横起报恶 损害他人 或即可寒热到来 无寒养心 而生称恨 华言精云 一念称心起 八万丈门开 称惠之脑害 死堕地狱 瘦身相丑陋报 痴是愚痴迷媚 智慧闭塞 是非不便 事理不明 棒无因果 起诸邪剑 名为愚痴 因愚痴而妄生贪求 求之不得 则称称惠 故愚痴为三毒总根 能造伤天害理之事 死堕畜生中受人宰割 慢 是我慢共高 骄傲自大 看不起人 对于他人不如自己的或超过自己的 乃至与我程度相等的 都表现轻慢态度 造成不能与人和睦共处的苦恼 疑是怀疑不信 对佛教真理 善恶业力 以及世间一切事实实理 都不能诚信无疑 滋生邪剑 造出是非恶业 而不正剑 由思维不正 所产生的错误的之剑 它可以分为五种不正剑 一 萨迦耶剑 也叫身剑或我剑 因此此身以为有我 其实此身是五蕴 四大和和之身本来是无常败坏之物 而无知直之唯一 为常 为便 为主宰的使我存在 即是萨迦耶剑 边剑又名边执剑 边是笔漏或偏差的意思 即位所得的知见笔漏 有所偏臂 执长 执断 各落一边 执长的执剑以常为恒常不便 人死仍旧为人 牛死仍旧为牛 贫穷永远是贫穷 富贵永远是富贵 直断的知见 以人死一灭永灭 无有生死轮回生辰之事 则作恶何谓 无善恶因果可论 三 邪剑 不正的知见 不信正法 拔无因果 毁谤圣贤 坏诸善事 四 剑取剑 剑即止我剑 边剑 斜剑 取是取住不舍 乃对前面说的三不正见 只以为实 五 禁取剑 戒是戒指杀盗淫妄之类 禁是禁绝饮酒 赌博 吸牙片烟等嗜好 持戒和守戒本来是好的 为什么反说不正见 因为过患在一个取字 取是执着即妄自执着其所持不正的 借禁为最殊胜 以上五种不正见是知见上的迷惑 称为见惑 是因为邪师 邪剑 邪思维等而生起的不正见 如闻正法 于见道中 即能断断恶剑 因为异断恶剑之故 称为五历史 佛街有说 舍利弗本位外道弟子 因于马圣比丘听到佛教因缘法门及弃邪归正 亲闻佛陀说法之后 七日便通佛法 正三果罗汉 在经十五日的修持 断食货正阿罗汉果 食货即贪 称吃 慢 疑 五不正见 也称食使 未能使令众生迷忘沉沦苦海 由此食使而起见思二货 故为烦恼的根本 有情生死流转的苦因 我们再来说说随烦恼 随烦恼就是随着根本烦恼而起之烦恼 与根本烦恼相对 故又称枝末烦恼 随烦恼又可分为三类 小随烦恼相当于献给余之小烦恼地法 包括分 恨 腹 恼 忌 忌 怪 狂 陷 骇 骄等十种 此食烦恼即各别而起 故称小随烦恼 中随烦恼相当于据舍论之大不善地法 共有两种 无惨 无愧 因为此二种烦恼便于一切之不善心 故称为中随烦恼 大随烦恼相当于据舍论之大烦恼地法 共有八种 调举 昏沉 不信 懈怠 放逸 失念 散乱 不正知 因为这八种烦恼便于一切染意乌心 而辗转于小随烦恼 中随烦恼聚生 故称大随烦恼 先来说说小随烦恼 一 分 怒也 修行之人应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与情绪 不要令称慧心扩展成为愤怒 二 恨 口碎不言 心里安中气愤 叫做恨 虽然已经试过境迁 但仍怀念旧恶 不肯舍弃 因此对人暗结怨恨 三 恼 恼心所的体性 为由于先前对某人有分恨 追念网恶 又接触到现前违逆之源 便兴起暴裂狠力之心 多发胸鼻粗颜刺伤他人 四 腹 即腹藏脑心所的体性为 对于自己所做的罪咎 由于怕失去利益及名誉 因而加以隐藏 欲令人不知 五 狂 即欺狂 狂心所的体性是为了获得利益及名誉 而缴陷出有德行的模样 严险诡诈 六 禅 即禅取 禅取之人其心嫌取不值 为达到自己的利益 不惜以不实的赞美等言辞逢迎谄媚 以博得他人一时虚妄的欢喜 七 娇 即高傲 娇傲 娇者 高野 以其心高举 故称高傲为焦 焦细碎烦恼 慢则为大烦恼 而此两者乃身相关联 故常合称焦慢 人若焦慢则与道相隔 于道无缘 事故为佛弟子 欲求无上道者当除焦 八 害 即损害 伤害 害心所的体性为 与诸有情 心无悲悯 损脑为性 九 忌 即忌妒 此位拼命地为自己追求名利 却不能忍受他人的荣耀之事 因而嫉妒别人不奈他容 这种心态与魔心相应 实为仗道之大者 故无修行虚去除自己心中的嫉妒心 千毫都不可存留 十 谦 谦 利也 己之所有不能与他人分享 为之谦令 谦心所的体性为 单着财法不能会舍 命令为性 为枕溺注着于财或法 不肯会舍他人 密藏西令 再来说说中随烦恼 一 无残 无残心所的体性为 对于自己的品格 及圣人之教法都无所顾忌 轻视及拒斥有贤德的人 并具一切善法 二 无愧 无愧心所的体性为 丝毫不顾及世人的看法或批评 且崇尚或喜爱报恶之行 以上无残无愧两个心所 皆便于一切不善法中 以及一切不善法中 都有这两个心所的踪迹 换言之 心形不善时 必定有无残无愧心所 据时而起 因此 这两个随烦恼 在幅度上比前十个随烦恼大 但比后面八个要来的小 故称为中随烦恼 最后再来说说大随烦恼 一 不信 不信心所的体性为 对于三宝的真实之势力 功德与能力 不认可 亦不好乐 希求 心地污秽 造就是不信的体性 其也用为能障净信 能成为懒惰之依托 以及不信三宝的人 大都于修行上懈怠 不能洗精进 二 懈怠 懈怠心所的体性为 对于修善断恶之事 输懒怠惰 其也用为消极方面 能障精进根生起 积极方面能增长染法 以及懈怠的入 能滋长杂染之法 懈怠是修行者的一个大敌 因为一切断恶修善之事 都是因懈怠而舒缓 停顿下来 令成就道业之日遥遥无期 三 放逸 放逸心所的体性为 对于污染之事不能防护 而令清静之法不能修洗 纵意放荡身心 其也用为 消极上 能障不放逸 积极上成为增长恶法 损减善法之所依 这就是说 由于懈怠及贪嗔痴 而不能防染修静 总名为放逸 故放逸是以 懈怠及贪嗔痴 四法为体 除此四法之外 放逸别无有体 四 昏沉 昏沉昏昧沉重 昏沉心所的体性是 能令灵明不昧的心体 渐渐昏昧 渐渐沉默 而无所堪能 其也用是 能使身心不得清安 因而不得入关 昏沉对修定的人来讲 是一大难关 也是一大挑战 它属于五盖中的一盖 称昏沉盖 因为昏沉一来 便会把心中之本名遮盖住 令心成一片无名昏昧 因此令人昏昏欲睡 事故昏沉即是无名的具体显现 五 吊举 吊 摇动 举 高举 吊举心所的体性为 能令心于静不得寂静 其也用为 能障行舍及障休止 盖掉 举及现代所谓 兴奋或心情亢奋 而静不下来 吊举的别项即是喧嚣妄动 因为它能令 与它据实升起的心 心所法都不寂静的缘故 六 失念 所谓失念是指 忘失正念 失念心所的体性为 对于一切所缘境界不能铭记 因而忘失其业用为 消极方面能障正念 积极方面成为散乱心之依托 此意就是 失念的人心必散乱 瑜伽式地论上说 失念是三不善根中的吃分所设 因为吃能令念忘失 所以叫失念 遭失念对于修定者而言 也是一大忌 因为一失念 己无正念一心 一无正念便马上失定 因此心极限于散乱境界 故修定者须念念擅自互心 另助于正念 另不失念 方能另定心不失 七 不正知 不正知心所的体性为 于所关静 其邪谬解 这就成了邪惠 不正知心所的业用为 消极方面能障正知 积极方面能令身与意 多所毁犯 请不知正的人 于一切事不正观察 而其邪惠 于是毁尽犯界不以为过 比如酒肉不爱菩提路 或男女交道为阴阳融合 定会等迟等 不正知 即不正知见 或知见不正 以俗话言即是观念错误 这种不正知之人 当此末法到处充斥 不但毁尽犯界 且放佛毁法 使令人忧心 八 散乱 散乱心所的体性是 与所缘境 令心流荡 不能专注 企业用为 消极上能障正定 积极上成为恶惠之所一 意思是心散乱的人 都会发起恶惠 协惠 因为散乱心不与政治相应 而与协惠相应 散乱虽排在随烦恼最后 但他却可说是修订者的第一号敌人 以心若散乱 即不能得定 顾京云常自射心不乱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 佛法修行 即是迫见私祸 当修学经教 以立佛之鉴 又须立世炼心 以佛之鉴 观照一切烦恼习气 自心与佛菩萨心相应 求佛菩萨加持 才能烦恼消智慧掌 得究竟利益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